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想问一下大家最近都在看什么剧什么电影吗 那我最近其实是看了近期上映的 哥斯拉2怪兽之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热度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也是大家近期都非常关注的一部电影 那这部电影对于我来说比较特殊的地方是 哥斯拉其实是我从小到大陪我陪伴我时间最久的一个玩偶 所以说在2014年这部电影刚上映的时候呢 我就去看了它 所以这次2的上映我也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拉着朋友一起在北美的AMC完成了手刷 那整个观影过程呢留给我印象最深的 除了这些比较宏大精湛的特技画面 还有中国演员张子怡的全英文出演 那其实就是这个电影背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个探讨 我一直在想这部电影它到底在讲些什么呢 就其实虽然乍看去哥斯拉2像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美国爆米花式的爽片 但是仔细思考其中的剧情和台词的这个设定 我发现哥斯拉系列其实分明就是一个立场非常坚决的环保片 那初代哥斯拉在1954年诞生在日本 导演当时是本多朱四郎 这个电影在上映的前几个月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当时美国在日本的太平洋沿岸的比基尼环礁 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核实验 造成了当时海域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 当时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上的船员呢 也因此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核辐射 甚至导致全身烧伤甚至是死亡 那这部电影的开场渔船画面其实就是在隐喻第五福龙丸事件 那还有最近上映的哥斯拉2呢 也是在围绕着人口急剧扩张 环境遭受破坏 导致世界各地怪兽纷纷揭竿而起 这样的一个故事剧情去展开的 更多的细节呢 我在这里就不跟大家多去剧透了 就所以整个看下来在我眼里呢 就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科技进步对大自然的威胁 都是整个哥斯拉系列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作为现代人呢 总是日常穿梭在这样的水泥森林之中 距离大自然呢 其实是非常遥远了 所以久而久之 我们其实已经忘记了那种 在大自然中非常美好的感觉 对环境的敬畏之心呢 可以也说是日益淡薄 所以说顺着这个话题呢 我为大家今天就准备了50部 豆瓣高分大自然纪录片和豆瓣网友的精彩点评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清单非常感兴趣的话呢 那就希望赶紧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官方平台 我们的平台名字叫做iTalk BBTV 按照屏幕上的名称就可以在微信中搜到我们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